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师好 大家好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慈禄师姐 真的我们从戏剧或者是您曾经分享都晓得说 孩子的教育的过程真的从台湾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 后来又才在他们可能十几岁的时候 又接着要规划到美国去求学 但是为什么有那样子的姻缘带着他们 在马来西亚跟着你们去访试呢 有个姻缘就是决定要去美国 这是孩子自己想要去 因为阿姨在那边 她去看了一次很喜欢就说要过去 那我也认同 那我想说要过去之前 也希望她有种了善根 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做慈绩 那做慈绩我们一开始就是做访试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很早就是安排了说 明天特别四点多就要起床 因为我们五点多跟人家约在交流站 要带我们去医保 我们从吉隆坡要到医保 开车要两个多钟头 去看一个很感人的个案 就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 这是第一次带他们访试 就艰苦之福 那这个在她没有去美国的半年当中 那我也是不断地跟师兄师姐 在访试工作上 有不同的个案回来 我都拿相片跟孩子们分享 说人家的家庭是怎么样 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帮 我们现在正在帮他什么 我觉得点点滴滴一直想灌溉 他们更多的善念 知道说自己是有福 那你要有这个能力 将来就是要去帮助 需要帮助人 父母亲给的环境是如何 也要看孩子怎么样去吸收 有的人真的就能够很快地就体会 有的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 所以我想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怡婷 在妈妈带着您去做访试 在你的心中是属于那种 很快就吸收 感觉到幸福在我身边的这种情形吗 你还记得吗 不是我是第二个 我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调试 所以刚开始还蛮难接受的 看因为妈妈常常带我们去 所以我们也见到很多 我记得很深刻地位是陈金龙 他就是眼睛全部下掉 然后一生就是帮人家打水为生 他给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他完全什么都没有也看不到 那他就是真的是在井口里面帮人家挑水 然后赚这么一点点的钱 但是他的心灵跟身灵都很健康也非常乐观 这位还有是一位 那还有一位就是鼻腔癌 16岁 小弟弟鼻腔癌 那当时我也才十多岁而已 所以看到这位哥哥躺在病床上 鼻腔癌 然后那样子的神情 然后这样子的痛苦悲伤 让我其实甚至是吓到了 因为我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那我开始就觉得说 我自己是不是会得到这样子的病 所以然后到去帮人家祝念 然后在医院的带瓶间 那个也是 那也是很难 让人很难回望 很难忘记的 因为妈妈常常带我们去 所以我看得到说 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福 跟这些其他人来比 但是对我来说 我自己来说 真正会切入到 想要进入慈祭 然后真正要走上菩萨道 是我妈妈生病 所以我妈妈生病 是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 所以我刚好在暑假的时候 回去陪她 在这个生病的过程 聊三个月 那也是妈妈非常用心的 即使她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她都推着我去参加 医院的职工营 所以我也顺了她的一参加后 才让我真正到体会 看到人生的这个苦 这个病 这个苦 然后这样子 这个苦 所以真的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专门点 所以是此路思姐自己 以病视线 给女儿的一个更 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要请教小文 你一定也经历过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可是我知道 现在你在美国 后来真的也是从 慢慢地去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 你又是怎么样去决定 就算我人在美国 妈妈跟爸爸都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你还是会愿意说 我放下的时间 就去参与这个慈祭的活动 又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呢 其实因为从小 我们都常常陪爸爸妈妈去看个案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像姐这样说 这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个习惯 习惯 就是我们大家 我们一起做的活动 就是慈善的活动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就变得很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当人本分的 对 那之后是因为有不同的因缘 才会真正的投入 我觉得在念书时期 当然就是上课考试 那可能社团时间放假时间 我觉得那个时间是可以很自主的 而且还有寒暑假对不对 可是进到职场之后 可能就不见得那么的容易去做安排 那像小文的话 后来您进到职场 当然做词剂感觉上 好像是你一个身上细胞的 这个在流动一样 它已经最自然而然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后来如何在职业跟职业当中 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跟脚步呢 老实讲 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 因为实际是太忙了 那我在我的行业里面 就是因为有很好的因缘也机会 所以到最后我的位置太 就是让我的工作非常多 所以有一阵子我是有脱离词迹 就是没有办法做很多的帮忙帮人的事 因为都在做我的小事 对 人家说脱离词剂一段时间之后 忙忙忙忙之后就会变成 茫然的忙 就事业心太重了 就那时候我担心她 我怕她拉不回来 我知道我两个女儿心都非常的善良 一些小时候她就很慈悲 想要去帮助人家 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 那我担心她说 她怎么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我跟她教说 你如果太忙的工作 那你要不要换工作 换一个不要让你这么忙 那你同时也可以去兼顾 做善事的工作 然后我也安排一趟 她再回来马来西亚 那一趟的马来西亚 只请三天让她整个改观 那小文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也不是马来西亚 其实我这些想法 已经还没有回马来西亚的时候 已经在我的思想里面 大概已经有一年多了 那佛法讲姻缘可能就是姻缘成熟 因为那时候在2018年底的话 那时候我决定持去 我那时候在一个美国快上市的 一个75亿的公司 当他们的副总经理 跟总经理的一个职业 那时候就是想要暂停生活一下 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思考 就是说人生的重点到底是在哪里 因为我心里一直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应该是要帮助人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帮的不够多 就是有一种不满足 对自己不满足的感觉 那在这个当中回去跟妈妈看了 就是让我启发我 我从小时候的这种三年 就是我要做救人的人 那就决定说好吧 我要给我自己空间来就是慢慢的思考 那本来是三个月 但是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也决定放下 那在这两年多的过程中 一直不断的去舍 不管是舍掉工作的机会 或者是金钱的引诱这一类等等的 让我更了解说 我人生的目标就是服务 但是去年一月的时候 因为陪妈妈回去花莲 在花莲大概有两个多月 能陪在爸爸妈妈跟师公的身旁 那时候1月16号 我还记得跟师公的一个谈话中 产生了这种菩提道的 这个为重生的这种清静面 那时候师公他帮助我了解说 真正的慈悲跟慈善是 无私的贡献 那除非是无条件的给 其他的都是包含这个贪的这种根源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从那个就了解说 我一定要走菩萨道 要全心全力的把我这个生命贡献 给帮助更多的人 就有这两个因缘 刚刚好触及在一起 那我决定 了解 真的是 其实就缺那个东风 临门一角的 其实他早就有一个想法在 但是总是会在那边 这个好那个好 我们这个生命没有人可以知道 到底长度会多少 对不对 那我要做的就是说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够浪费 不能空过 所以越早能够奠定自己 很踏实的那个真实之路的话 我想这两位的分享给这个 这一对父母亲 应该就是觉得说 在过去的引导 跟当时候为他们心中种下的 那个善的种子 看到发芽 看到茁壮的时候 一切都是觉得好欣慰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怡婷跟文婷 在线上跟我们连线 也非常谢谢此路师姐 感恩 感恩 谢谢